大家好 20.38分了 2038 给大家看看 这有一个视频 这个哈马斯啊 像以色列 这个这些比较劣质的 比较原始的这种火箭弹 是吧 以色列用这个铁穹防卫系统来 来拦截的话 成功率据说在90%左右啊 这个让我想起来 08年奥运会和90年亚运会 是吧 尤其是08年奥运会 我印象更深 当时北京有很多老旧的平房和楼房 当时呢 因为外国记者嘛 不是拍照吗 哎 就在这个临街的这一侧 有为了把这个破的破旧的平房给挡住 尤其是平房 就在街面上挨着大街这一侧 修一堵墙 修一堵墙之后 就把这个破平房给挡住了 又脏又破的 楼房呢 是把外立面 外立面刷粉刷 显得比较新 是吧 一般外国记者 他也不可能进老百姓的家里 哎 一看外立面比较新 外国人嘛 他也不熟悉中国 拿照片机一拍照 看着不错 效果挺好 还有 90年亚运会 说实话啊 我要公允的说 90年亚运会 对我们那一片 我们家住安定门外大街 对我们那一片确实有进步 90年之前 安定门外大街啊 一走 那个有土 那个你比如说穿一双黑布鞋 走一会儿 那个布鞋上面就一层土 哎 比较脏啊 然后90年亚运会的时候 哎 一下改观了 拆迁 原来安定门外大街啊 没有现在这么宽 路比较窄 然后马路边 有那个碎砖头吧 垒的那么一个 台阶吧 相当于啊 或者是一个坡 就在那上边就有平房 那会儿我舅爷 我奶奶唯一的弟弟 啊 我奶奶家姓胡嘛 我舅爷他们家就住那个坡上面 自个家有个小院 我舅爷家孩子多吧 七八个孩子啊 有五六个儿子 有两三个闺女 反正一共七八个孩子 哎 那个 他们家就住那 后来90年亚运会之前 他们就搬走了 搬到亚运村那附近去了 那边给盖的楼房啊 对我们那一片 还是起到了作用 包括那个地毯的举重管啊 原来都是平房啊 我们管那一片叫花园 确实对我们那一带 还是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 包括中轴路 是吧 从古楼北边 二环北边 开出一条中轴路来 开出一条中轴路来 把人家工人日报社 总政大院 总餐 情报部的外事局 给人家的那个家属院 从中间给匹开了 这一下好几十米宽的路 比如说人家那个工人日报社 现在路东是办公区 路西有一个家属院 当然路东还有一个家属院 原来人家都是一个大院 总政也是 现在总政黄寺大院 分东院西院 原来都是人家的院里 小时候我老跟着我们同学到里边玩 有果园 种着桃 有军人服务社 有好多东西 后来一拆都没了 所以反正我个人觉得90年的亚运会 起码 包括大屯朝阳区大屯这一带 挖礼吧 挖礼是奥运会 大屯这一带 小官 是吧 修那个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什么五州大酒店 什么会员公寓 是吧 对我们还是 尤其北城的啊 东城的北边 朝阳区的南边这一片 就是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因为亚运村就在我们北边 让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确实改善了啊 08年奥运的时候 我就无感了 因为他又发展到了挖礼乡 挖礼乡现在叫奥运村街道了 整个那几个村 什么龙王堂啊 挖边村啊 全没了 全给拆走了 好吧朋友们 就聊这一小段啊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